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,人类眼界也在不断开阔,从过去的只在地球内,探索逐渐向太空领域探索,而宇宙是浩瀚无限的,地球以及人类在宇宙是渺小的,但人类的想象力及好奇心是无限的,正是有着无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。 人类才能突破一个个难关,让人类的民快速发展到今天,虽然人类对于很多的领域有了突破,但未知的领域更多,太空中有着无数的星球,是否也有和人类一样的智慧文明呢? 宇宙太大了,我们目前还只能在小小的太阳系探索,太阳系外的未知,我们了解的非常少,虽然有天文望远近的帮助, 可以看到很远的宇宙深处,但那只有看个大概,了解的非常模糊,宇宙中的未知领域,人类了解的可能仅有一万分之一,除了太空中有很多的未知,其实在地球的地底世界,我们了解的也非常少,地球的直径达一万两千七百五十六千米, 最外层是一个有着十七千米的地上,想要了解地底世界,最少也要突破这个十七千米才行,人类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, 人类对于地底的利用也在不断加强,地下酒店,地下隧道,地铁,未来还会有地下城市等,人类可以建造地下城市,那真正的地心深处是否也有着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呢? 会不会有地底人的存在,想要基本的了解地底到底有什么?我们可以随着前苏联的那个科研钻洞去看一下,苏联曾经启动过一个科研钻洞项目,历经二十多年,最深处挖到了一万两千二百六十二米,这个深度让科学家收到了很多的惊喜。 在七千米时,发现了单细胞生物化时,九零零零米时发现了满是黄金的岩石层,由此可见,地下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,有很多未知的领域,等着我们去探索。 刚才说了的给最外层的壳,也要一万七千米,而目前人类最深的钻洞,才是一万两千二百六十二米,也就是说人类目前连地球外壳都挖不穿。 更不要说更深的地心了,而地底世界的精彩,可能也在外科之下,科学家曾猜测,地底有海洋的存在,而且含水量可能比地球表明还要多。 如果地底真的存在巨大海洋,那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,或许地底世界比地表世界更加精彩,地底人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有关地底世界,有很多的历史都有记载,或许并不是远古人们胡乱瞎想的,可能地表有通道可以通往地下世界。 地球钻洞之所以难以深入下去,主要还是由于地球内部的高温导致,越往深处,温度越高,可达六千度以上。 而且岩石也坚硬,我们现在的钻头,根本无法承受如此高温,即使能承受住,也没有了坚硬的钻探能力,因此无法深入钻下去。 不过,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,未来的材料更进步,研究出更强悍的耐高温转头,可以一直钻下去,钻破地球外壳一直向下,相信随着钻探的不断渗入,科学家也会对地底的情况越来越熟悉。 如果真有地底世界的存在,只能能一直钻下去,也会有钻破地底世界外墙壁的可能,得个事后地底世界就会暴露出来,是否有地底人的存在也就知道了。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那底会是什么样的?地底人,地底文明是否存在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,一起探讨地底世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